欢迎大家来到第25期教主技术进化论 今年是2020年的25期 那么当然呢也是我的第100期的教主技术进化论 那么大家是不是应该有点掌声呢 那么从2018年开始 那么2018年呢我做了57 2019年呢做了25期 然后呢2020年到现在也做了25期 现在一共100期 那么这是我的第100期进化论 当然了100期进化论来的有点突然 其实今天早上我才研究的 然后刚刚才写的PPT 然后现在就讲了 那么讲什么呢 讲Python的这个Lamico的微服务实战 那么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呢 原因很简单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苦练K8S 一直在练K8S的东西 然后K8S呢就是容器编排 然后呢就是容器嘛 其实我觉得容器不太适合跑那种传统的应用 那么其实我还在想说 我在把我的那个三件套 我的Nginx 我的Jungle 我的Psecure 这三件套也在这个K8S里面部署 但我发现不搭 就非常不搭 因为其实像K8S这种容器的这种环境 最好呢应该是配搭一些容器相关的 比较搭的这种部署方案 那么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一些微服务 那么比如说Java的话 那就比较适合 因为Java现在微服务是比较成熟的 也比较高端玩的 但是Python呢 微服务这块呢就 就只有它 真的只有它 我收了一下真的也就只有它 那么当然了 微服务呢也是适合一种比较大型的那种APP来使用 比较大型的APP 像小的像我们公司 这种内部系统 那么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必要吧 那么一个大型的APP 其实也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了我现在也觉得 我也想了想 是不是也把我的这个内部系统 我自己开发的我们公司内部系统 再把它拆成这个微服务 我也发现这个工程量有点大 所以你会发现 那么这种容器 这种编排 那么在容器环境下面 那种传统的那些 那种大APP这种部署 其实已经不实用了 这两年呢 就一直在炒这种微服务 微服务呢 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把这些 以前的大APP 拆成很多的小的模块 其实就是模块 当然了它就叫做一个服务 拆成很多微服务 然后呢 每一个服务呢 做成容器 那么做成容器呢 如果说用K8S 给做编排的话 就能够很好的给你提供弹性 你的重型的APP 弹性就不够 对吧 那比如说 你平时可能起个三个容器 然后应付日常的 这种低流量的情况 然后如果说呢 你们公司做一个秒杀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需要瞬间爆发出来 这个能量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一下就开始起100个容器 那么 然后呢 秒杀完之后呢 又能够收紧回来 那么这种弹性 就需要这种容器 就需要这种微服务 就这样的话 能够实现很好的 Q弹的效果 但是传统的这种重型APP 重型APP 你就很难实现这种效果 对吧 对吧 你重型APP 你一个APP嘛 一般来说 对吧 你一个服务器 你说你要瞬间 能够让它爆发出能量 很难 对吧 所以需要把它拆分开来 然后呢 然后用容器封装 然后呢 可以 有容器的话就比较方便了 有KBAS的编排 能够快速的实现弹性 所以现在呢 特别是这种 大型的开发 基本上还是用Java Python其实并不是 说实在的 我都认为 Python并不是做什么开发的 Python其实就是一个 通用员 这个不是程序员用的 我基本上认为 Python不是程序员用的 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 大家都用的 其实并不很适合做开发 也不太适合用Python去 搞一些大事情 开发一些大项目 所以说呢 Python的微服务呢 就一直都比较少 那么这个 真的是我发现 就搜来搜去 好像就这一 这个 南米口 好像还算是 Python的微服务 而且做的其实也比较一般 我感觉 那么因为我看了一些 Java的一些部署 那个比较高端了 那些也比较成熟 那么这个模块呢 也比较新 那么其实我感觉功能也比较差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 Python也就只有它了 因为呢 就是说 我想做一个这种微服务 这种框架出来 然后呢 能够再 能够把它部署到我的 这个K8S的环境下面去 然后后面呢 我紧接着下个月的K8S的课呢 就会去讲这些 相应的部署 当然呢 部署什么APP呢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主要还是讲K8S的东西 但是呢 毕竟是 毕竟是要 我要讲全套的东西嘛 包含这个 K8S的安装 然后呢 CICD的 JACONS的一些 自动的上线 对吧 整个Developes的过程 还有K8S的监控 等等等等 OK 所以呢 你没有一个APP能够有效的去 让它上线 去做一些测试 也不方便 对吧 然后呢 我在想 如果说再上线 老的APP好像一样不搭 所以说呢 我就研究了一堂 基本上也就是半天的时间吧 把它研究了一下 然后呢 在K8S里面 运行了一下 我感觉挺不错 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可以 探一看 这个东西 Wave呢 是一种 这个 最近两年吧 这东西都很快啊 你看 其实容器有几年呢 K8S有几年呢 对吧 那Wave服务也就 我看也就一两年的事儿啊 炒得比较火 其实也就是把以前的 比较重型的那种APP 进行拆分 然后呢 拆分成很多的这种 Wave服务 那么其实呢 就是 其实就是 拆分成很多模块 然后呢 每一个模块呢 做成一个 封到一个容器里面 提供一个 Wave服务 那么其实你在 这个知乎上面 你可以搜一篇 中文写的这个 Wave服务的这么一个 一篇文章 你可以搜一下 其实就下面这篇文章 其实我觉得写的很好的 就是他会讲 一个小公司的发展史 就是说小公司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就几个人在做 然后呢 可能就做了一个重型的APP 什么什么都有 然后随着这个公司的做大 做大做强 然后呢 就会发现 慢慢的就不可以了 随着呢 慢慢就会讲 如何去使用Wave服务 如何把东西拆分开来 OK 那么这个过程 我觉得讲的还不错的 因为我其实也看了 这个这篇文章 那么 每一个Python的模块 就是我 我那个实验的效果 就是感觉 可以把每一个Python的模块 做成一个Wave服务 就说我们 前端运行一个Jungle 或者说Flask 然后呢 可以把以前 像Jungle Flask 都有一些模块 做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像用户登录啊 对吧 学员管理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东西呢 就不用不用是写到写到你这个讲过里面 那你可以就调用一个Wave服务上面的这么一个服务 其实就是一个模块了啊 然后呢 执行一些功能 然后呢他反馈给你 那么就可以了 就尽量的把功能拆分开来 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实现更好的冗余啊弹性啊 对吧 更好的在这个容器环境下面来使用它 好 那么 Lamico呢 就是啊 它就是一个Python的一个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微服务框架 然后呢 中间呢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 中间它其实需要一个这个 你会发现微服务都需要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注册中心 那么我今天讲的呢 是这个RabbitMQ啊 它其实是一个Message Broker 那么就是一个用来做消息对列的啊 消息对列控制的 那么它也可以 我们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它可以作为我们的注册中心来用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些微服务 那么注册到这个RabbitMQ 注册中心上面去 OK 然后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前端的那些Flask呀 Jungle呀 然后呢 也注册到这个RabbitMQ里面去 OK 好 那么你可以认为去 它的消费者 就是说 消费者就说 我要点什么东西 我需要你干点什么东西 然后你干完之后呢 你把东西给我 可以注册消费者 也可以注册生产者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说 以前Flask那些模块 一些功能 你可以把拆分开来 那么你可以做成一个一个的微服务 比如说用户认证的微服务啊 把学院处理的微服务啊 OK 或者说什么实验台预约的 像我实验台预约的微服务啊 作业检查的微服务啊 你可以把它 就不要写在那个Flask里面 或者Jungo里面 你可以把它做成单独出去 那么每一个模块 每一个功能项 那么做成一个这种微服务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给注册到这个 这就作为生产者 你可以注册到这个注册中心 这个RabbitMQ上面去 然后注册上去之后呢 那么这个前端的消费者就可以去 那去查询这个服务 然后呢 去调用这个服务 然后呢 就是要求他去 比如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然后呢 可以把结果反馈给前端的这个消费者 那么基本上 你会发现 就算Java啊 他们高级一些啊 其实这个结构差不多 也是这种消费者 一种生产者 还有这个注册中心 只是说呢 他们用的模块不一样 那功能更强大一些啊 那么Python呢 基本上也是这种效果 一会儿呢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这个三个东西啊 一会儿有一个前端的用Flask做的APP 然后呢 有一个这个RabbitMQ提供的一个微服务 微服务当然我们只是简单的 基本上类属于Hello World一样的啊 提供一个一个微服务 就是说 其实就是啊 当你访问这个Flask的首页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调用那个 啊 Index 这不是这么一个微服务 Index 这么一个 微服务 然后呢 啊 他就会去回相应的一些欢迎信息 那么回过来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给他显示到页面里面去啊 牵入到模板里面 然后显示到页面里面去 那这就是一会儿呢 我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标啊 这个好处在于 在随便 这个好处就是把功能给拆分开来 那么 这么都有一个注册中心来注册 你可以通过注册中心发现有些什么样的服务 能够使用相应的服务啊 而且他能够实现一个有效的这个对立的管理 好 然后呢 这微服务拆开之后呢 就可以 你就可以用这个容器技术 像K8S进行这个编排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我那个K8S的环境 那当然我部署完了之后 给你感受一下那个快速的Q弹的效果啊 能够快速的 比如说你马上今天晚上有秒杀 那么立即给他扩容到10个 然后呢 秒杀结束了 可以立即给他给他缩小啊 而且呢 那有了这个容器技术 能够实现快速的这个这个DevOps 整个的闭环 这是我后面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你这一切做好了 你只需要提供你提交流的代码 就没有什么了 提交流的代码 那么自动会去下载流的代码 自动封装到容器 然后呢容器容器再产生到镜像 提交到私有仓库 然后从私有仓库直接部署到K8S里面去 这个全套的DevOps 这个过程也会在我的课里面会讲到他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你们可以直接去 就去看啊 就是这是我的马云的一个共享项目 你们可以直接给他下来 然后呢 我提供全套的 你不用K8S吧 就是我提供全套的这个 Docker file和这个Docker compose的文件 那基本上你只要有 Docker环境 安装了Docker compose 那么直接用这个Docker compose 那个样文件 直接就能运行起来 就直接可以测试了 现在呢 那基本上我给大家提供的代码 现在啊 最近这段时间 我只要给学员提供的代码 基本上都是Docker封装完了的 你们就直接运行 就直接就有现象了 就以防有以前那种那种问题 就说代码你看我抛的挺欢啊 但是呢 你会发现你就怎么都运行不了 这种就很尴尬的事情啊 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我 提供全套的全套的环境 好 那么下面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我看看我应该提供一个完整的项目来着 这些是小的 应该就这个吧 这个没有几个文件啊 基本上一个简单的实验 首先呢 最终你拿下来之后 那么你用 Docker Compose -F 这个文件 然后呢 up 基本上它就OK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Docker Compose 首先呢 它有三个东西要上线 就正好对应着我这儿的三个 RabbitMQ 注册中心 你应该先把注册中心先上了 然后呢 我应该是先上的注册中心 然后再上的这个Lamico的这个一个简单的微服务 好 然后呢 再上的这个APP前端的消费者 好 然后呢 这个网站就起来了 你访问 消费者呢 就会调用这个后端的微服务 然后提供一些 就简单的就问他一些哈喽信息 他可以回哈喽信息 网页打出来就可以了 关键是要了解这个架构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么具体的开发的东西肯定是就了解了清楚之后 开发就是 那这其他的事情了 那么好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RabbitMQ RabbitMQ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么一点东西 就这么一点东西 首先呢 我用的官方的这个镜像 就没有做特别特殊的处理了 就直接用官方的镜像 然后呢 接到了我们的网络 然后呢 通过环境面量 你可以去查一下官方的这个DockerHub上面 官方镜像会介绍啊 说你默认应该是默认 如果你不做的话 应该是Guest和Guest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为了安全起见 那么你可以去给他设一个相应的用户密码 那这我就设了相应的用户密码 相当于就完了 接到用官方的镜像 接到网络 然后呢 用这个环境面量 给他设了用户密码 一个安全性 好 然后呢 紧接着 好 那么这个 紧接着就要上这个Lanvico的这个微服务 那么他要 他也接着这个网络 他也是这个依赖于RabitMQ要起来 他起来 他在注册嘛 他有个依赖关系 好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呢 其实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微服务的这个index的 这个py的文件 还有呢 就是DockerFar 那么这样的话 我可以 你看 直接进到这个目录下面 通过这个DockerFar来build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也传了这个环境面量 一旦要传这个用户密码 因为这儿设了用户密码 他们注册的时候呢 都要用用户密码 所以说呢 需要把用户密码也传进去 好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 这个index.py 相当于你可以认为 那么就是一个 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模块 如果说你了解RPC的话 其实它实现 其实就是通过RPC来实现的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这个RPC 这么一个服务 相当于呢 就是以前呢 是本地调用 本地模块 现在是远程调用 是远程模块 OK 那么 其实你可以认为呢 就注册了一个模块 叫index 然后呢 在这个模块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 那么也叫index 当然这个模块里面嘛 当然你可以做好几个函数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完全可以的啊 所以你了解 所以这个东西啊 这个函数比较简单啊 这是一个类 然后呢 这个名字一定要起的 名字是一定要起的 不起名字 直接报错 他说 required required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要的一个名字 好 然后呢 开始注册这么一个RPC的这么一个 微服务 叫index 然后呢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模块 因为调用的感觉就是跟模块一样 好 然后呢 这个模块下面呢 就有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就是说也不用传任何东西进来 然后呢 他就给你回相应的欢迎信息 这是一个字典 给你返回一个字典 就这么一个服务单呢 你可以把这个服务单 可以做的更复杂一些 对吧 你可以做更多的这个函数 你也可以传一些参数进来 这些当然也都没有问题 这是完全是可以的 当然了 我主要是给你讲一下 这个框架的效果 那么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微服务 就是在这个RavitMQ注册中心里面 就注册了一个index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模块 Python的模块 一会就跟模块一样用 好 然后呢 模块有一个函数 函数呢 运行它 还会返回一个欢迎的这么一个字典信息 好 这就是这个模块 好 那么 这个模块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当然是装这个RavitMQ的这么一个模块 好 那么Docker file看一下 Docker file是 因为本来呢 本来呢我想用官方的这个Python3的 Python3的一个镜像 那我发现官方的那个Python3的镜像 装这个RavitMQ有无法言语的错误 有无法言语的错误 我差不多在这折承了大半个小时吧 后来我也算了 我不想不想装上官方那个Python3的那个镜像了 所以那我直接搞了一个Sender8的镜像 然后直接这装了Python3 然后装了Lamico OK 然后呢 这儿设置了环境变量 如果说你没有传环境变量来 你看这有默认的环境变量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Index给烤进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运行LamicoRaw Raw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目录下面去Raw OK 你一定要到这个目录 就是一会儿呢 我们我们把它烤着这个目录 然后呢 我就在这个目录里面去Raw LamicoRaw Index 那么这个Index呢 就一定要去找到一个Index.py的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把它里面所定义的那些 这个函数 微服务做一个注册 好 然后呢 你就要去指定这个Broker 就中间那个注册的这个中心 那么相应的协议 协议是AMQP 一个消息对列的这么一个协议 好 然后呢 填上这个RabitMQ的用户名密码 还有这个主机名 OK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是传进来的 传进来的 传进来了这个相应的用户名密码 OK 所以说呢 其实呢 这不给默认的也行 反而我是传的 默认的这个主机名是RabitMQ在Compost环境 其实K8S环境也是一样 都是用主机名直接就访问它了 OK 那么就这么简单 那你要注意一下这就是 这个这种格式 注册了一个相应的Index这么一个服务 然后呢下面的一个函数 好 然后呢 你要怎么加呢 用NamicalRab Index 然后呢 Index就是跟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的注册中心在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样的协议用户名密码 好 这就是后端 然后呢 紧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前端 前端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Flask Flask首先呢 我依然在获取环境变量 就是说呢 容器时代基本上都是用环境变量啊 启动参数啊 来 来调整你的容器 跟以前那种写死不一样 现在就不能把东西写死在里面的 要通过传环境变量的方法 来调整你的容器里面的东西 好 那么有时候呢 啊 依然可以提取 我们用Python 依然可以提取环境变量 你看依然在传环境变量 啊 依然在传相应的环境变量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去提取相应的环境变量啊 呃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Py字 啊Py字呢 就是相应的这个AMQP的这么一个 用户名 密码 还有主机 好 然后呢 你配完之后呢 紧接着 啊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就相当于在 这是一个SRPC嘛 对吧 那么相当于呢 就调用了那边所注册的这个 index下面的index这个函数 index下面的index这个函数 可以看一下吗 OK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其实我最近我看着看着 我就特别觉得他有点像我连出研究的 这个AWS的Clientless好像很像的那种感觉 对啊 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那你你配好啊 然后呢 哎 这是APC嘛啊 然后呢 RPC嘛 RPC 然后就调用那个index下面的index那个函数 就这么回事 好 然后呢 自然他就会返回这个字典 然后呢 返回了这个字典之后呢 也就提取里面的这个 WilconInfo的相应的这个键 这种对应的值 对应的值呢 就是这个欢迎使用Python微服务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模板的替换 这个index里面呢 就有一个位置可以被替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打开一个页面 这个里面就应该是一个H1的大写的 这个欢迎 使用Python微服务 基本上就这么个东西 很简单啊 也就是说未来 那么你可以注册啊 你可以做更多的这种微服务的模块 然后呢 你把它都注册到一个相同的这个注册中心上面去 然后你前端的APP呢 就可以直接 那么从注册中心就能知道有这么相应的服务 然后调用这么一个服务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模块下面的函数 然后执行相应的结果 它给你返回相应的结果 然后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可以解册吗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这就叫微服务 那么未来比如说 那么这是一个index吗 是首页的 那你比如说你做个用户管理的 那么再做一个什么 这个实验台管理的 等等等等的作业管理的 那么可以分成好几个模块 那么都同时的都能够去给它注册上去 然后前端呢 就能够去使用到这个微服务所提供的资源 然后呢就可以计算 然后得到结果 然后它前端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的话把一个大型的重型的APP给裁成很多小个 这样的话便于容器在里面施展它的效能 有一会我们先感受一下 我们先感受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未来你想玩我这个实验 那么你只需要去网上去把它给gate下来 就这个项目 你直接去 这是一个我开源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就是这几个文件 你把它只要给得下来 好 你只要把它给得下来 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就是这几个东西啊 这是一个APP的目录 然后呢 Docker Compose 然后呢 这是那个微服务 其实就在三个东西嘛 外面 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 APP一个目录 微服务一个 然后还有它一个 对吧 另外呢 现在你不用管呢 是跟k8s有关系的啊 这这三个是跟k8s有关系的 就是什么那些资源配置文件啊 那个 一会我一会我反正不做好了 一会我们可以看下k8s的效果 好 我们先把这个 你git下来 应该就只有 这三个东西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要有Docker 有Docker Compose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比较简单了 你就直接 用Docker Compose-F6的文件 up-d 跑台运行 基本上就 结束 就搞定 OK 它的端口号呢 我们开一看一下 我们端口号应该是开放的是 5000 我总找不对啊 这是 开放的是 我们看一下 Compose 应该是5000 应该我没有动它 就是5000 然后呢 我这个机器呢 应该是10.1.1.220 应该是我的10.1.220 5000号中口 我们看一下啊 10.1.1.220 5000号中口 OK 就搞定了 OK 那么这其实就是前端的 你访问他前端的 Flask 然后呢 你访问到他的 再解释一下啊 你访问到他的这个 根目录 然后呢 他就调用了这么一个 微服务上面的这么一个模块 然后呢 他得到了相应的这个结果 然后呢 得到了相应的这个欢迎信息 然后呢 把它做模板的替换 然后就显示到了前端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啊 那么这个的好处就是啊 你可以就做这个 你就可以 你拿着我这个直接 给它下来 直接 多个Compost 应该就可以运行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我给你封装好了 那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好 如果说呢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K8S的话 他就能够提供很好的这种弹性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 这个K8S的这个环境 我现在应该是应该是过了期了 这是我实际环境啊 这是一个密钥 好 我的命名空间应该是ACP 好 应该就会有三个啊 一个是RabbitMQ 一个是这个 前端的Flask APP 一个是这个后面的那个微服务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七个 就是啊 你就相当于这个东西 你可以有很多个消费者 很多个生产者 然后前端的K8S呢 有负载均衡的功能啊 实现负载均衡 把流量呢 给他分担到这个消费者 上面去 然后消费者的通过这个注册中心 他就能够找到相应的生产者 然后生产者后面也是用K8S来 来做弹性 可以做很多个 也可以伸缩 伸缩很自如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 你秒商 你可以做很多个这些 这个生产者出来 为服务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提高那一瞬间的爆发力 好 那么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它给缩融啊 缩融也比较简单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七个 你可以简单的调整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来一个 好 然后呢 前端的这个ACCD可以再调 比如说你调两个 好 这么 比较容易啊 就能够帮你实现这些效果 OK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POD 其实可以容器速啊 你可以认为我们要两个 现在就已经两个了 后面的微服务 然后呢 这个APP前面我们要两个 现在也已经有两个了 已经被限制了 两个是七个嘛 瞬间就可以做伸缩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用通过域名来访问的啊 应该就是这个 Lammeco-app.qy糖.com 直接80端口 我们做了一些ingress的处理 这就搞定了 前端我们做了负载均衡 做了负载均衡 做了ingress 然后找到 Kibars里面的服务 这个服务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弹性 Kibars的课呢 反正我们现在 我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这个 60%多吧 知识差不多670%吧 然后我准备 这一个星期把它学完 搞完 设计好课 然后呢 下个月给大家见面 好 那么基本上就这些 我觉得今天 也不是主要来讲代码的 我主要是讲这种框架 这微服务的框架 然后呢 Namico呢我觉得也算是还不还可以用吧 我觉得还还算可以 虽然说跟 Java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用的 啊 未来如果说 啊 你有一个 也比较 大的项目 那么可能 那理想我觉得建议你可以财分成这微服务 而且呢 我建议你呢慢慢的 把你的传统网络架构切换到容器环境下面 啊 这样的话更加灵活啊 而且 啊 这个能够实现完整的代码 这我必必需要有 容器啊 K8S啊 微服务这些才能够真正的 打通所有的经脉 然后实现统一的代码 啊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的课里面要讲到的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啊 啊 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 Lamico这个微服务的效果啊 其实我感觉其实跟以前的RPC也差不多 啊 但是比以前省心一些 就是说你直接 直接你就可以得到去发现那个服务 然后直接去使用那个服务 而且他可以通过这个对 这个 这个Messy Broker这个注重心 能够实现有效的这些对列控制啊 能够实现很多的消费者很多的生产者 OK 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很好的 在K8S里面容器的弹性 好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 下次课咱们快再见 应该下次呢 应该是我是下周三 我给早上10点 我给思科做了一个牵眼的那个课 好 那么本次课就到这儿啊